遠景與公路局人員抵達車禍現場勘查 滑落邊坡的遊覽車 車頭嚴重毀損 多面車床破裂 車體也變形 先見撞擊力道猛烈 還好車子撞上了水公司的加壓站 靠著水泥柱支撐 車子才沒有反覆 回想車禍發生當時 居民仍心有餘悸 到底意外是怎麼發生的 由於一度被夾在車子裡的司機表示 當下氣動Bump已經沒氣 無法踩煞車 車子才會一直往下衝 是不是煞車出問題 那輛車是幾年車 那個是2014 運車前我有保養 不好意思啊 運機油 煞車系統 看看來 怎麼說要看看 司機有說 那個時候這個踩不到煞車 對啊 現場散落遊覽車的保養紀錄表 顯示2020年11月底曾做過保養 包含煞車皮機油 不過負責人表示 這輛出廠8年的遊覽車 今年8月12日檢驗前才保養過 一年兩次的檢驗 也都依規定辦理 沒有問題 確實的肇事原因 有待進一步拖掉檢驗釐清 地主說一兩年前把土地提供給水公司 架設加壓站 沒想到遊覽車禍撞壞了加壓站的水泥柱 撞歪了棚架 還有兩座配電箱也被撞壞 損失有待進一步估算 TVBS新聞 艾昭賢 台南報導